匹德大帝 在俄羅斯聖匹德堡的聶雅河畔 有一座巨大的索掌 這是一個頭帶歸觀的騎士 騎錯進馬 揚起前體後體踩著一條巨蛇 他就是俄國歷代沙皇中 第一個被稱為大帝的匹德一世 1689年9月 十七歲的匹德在大貴族的支持下 將野心勃勃把持朝政多年的同父義母姐姐索菲雅 關入修道院 才真正成為掌握政權的沙皇 眾多大臣勒滿的是 匹德當朝之後 將日常政務交給自己的母親太后 納塔尼雅 和幾個他信任的貴族大臣處理 而自己則離開克里姆林宮 他有時指揮親信士兵組成的團隊 做人軍事演習式的遊戲 更多時間 他則出現在莫斯科的僑民區日耳曼村 日耳曼村裡頭 就入住很多外國人 其中有醫生 工程師 教師 商人 軍官 與這些來自世界各地 掌握專業知識的人 廣泛接觸 能長見識 所以 匹德就經常來這裡 他還去生地向他們學習航海 天文 幾何 數學等知識 這都是他過去很少聽說過的 原來 當時以莫斯科為首都的俄國 非常閉塞落後 農勞制速播下的農業發展緩慢 工業和首工業水平 與西歐相比差距很大 貴族子弟中 也有很多人是不識字的文晚 連莫斯科都沒有紀所學校 醫生更加缺乏 這一切 都讓匹德 深感俄國的落後面貌 必須改變 到了夜晚 克里姆林宮入面 燭光底下 匹德讓侍從展開地圖 他看到俄國北方 唯一通海的港口 阿爾汗加爾斯克港 他回憶幾個月前 帶著八多名官員 曾到達這裡的情景 這是匹德第一次看到海洋 令他深深震動的是 港口有不少選 卻沒有一手是俄國的 港口堆積的大量木材 皮毛等 俄國特產 都是俄國人 用人拉馬運 才送到這一書來的 這些貨物 通通由外國雙選 運出去 賣賤賣貴 全部由外國雙人降了選 況且這個港口 一年有九個月是冰凍住的 皮特眼光往下看 南邊的亞畜海 黑海 土耳其把持住 往西呢 波羅的海 也是瑞典人控制住 俄國要發展 要進步 首先 要有選 要有海軍 要有通向海洋的海港 想著想著 皮特不禁就握著拳頭了 皮特在1695年 發了爭奪出海口的第一次戰爭 攻打土耳其控制的亞畜城堡 但被土耳其人打敗 沒有海軍是這一仗戰敗的原因之一 因此 皮特一世 就大力握造船 造軍艦 他命令集中全國的人力和材料 用皮邊監督工程進度 同時 他自己 就像一名木匠一樣 流著寒 親自參加造船 只有陸軍 一個軍王 是只有一隻手的人 同時又有海軍 才是雙手俱全的人 皮特在心裡默默默念著這句話 一年半之後 俄國建立了他歷史上的第一支艦隊 然後皮特再次發兵 攻打亞畜城堡 儘管這次取得勝利 但要戰勝控制黑海的土耳其 俄國現在的船隻和造船技術力量 還遠遠不夠 看來 必須出國學習先進技術 同時 用外交手段與西歐國家聯絡 共同對付土耳其 於是 皮特一世果斷地宣佈 派俄國名門貴族出身的子弟五十人 組成劉鶴山團 去威尼斯、荷蘭和英國 學習航海和造船技術 他們沒有完整地掌握技術 便不得回國 一旦發現有擅自回國者 將佛末其全部家產 然後 他又決定造成一個高級市團 出訪歐洲各國 他本人將以市團隨緣身犯 隱藏其中參加 皮特這兩個決定 在貴族官吏中 就招來一片反對聲 當時的俄國人 因為離開俄國 去義國他鄉 是違背祖宗教會的行為 沙皇陛下 隱藏身份出國 更加是有失帝王的威嚴了 這一天 幾位貴族元老大臣 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修道院 誘心重重地聚會 他們共同商量之後 決定無死進簡 勸了皮特出國 第二 一位白髮蒼蒼的貴族 帶著幾位老臣 求見沙皇 皮特一聽就明白他們的內意 斷完班子 將頭腦搜救的貴族大臣 軟禁幾日 朕不想見他們 請他們去普列奧布拉尹斯基村 休息幾日 普列奧布拉尹斯基村 是當年索菲亞公主 軟禁皮特和他母親的地方 皮特計劃 才在市節聽 他有人告別宴會 第二天 也就是1697年2月24日 他隨同總人數為250人的龐大使團 出訪歐洲 一切準備就緒了 突然近衛軍隊長緊急求見 陛下神得到可靠消息 射擊軍常教齊克列爾 已經抖襲一些武裝衛士 將在告別宴會上暗殺陛下 皮特一輩聽了之後 臉部肌肉抽搐著表情古怪 這個齊克列爾 當年 就是索菲亞公主 刪奪朝政時候的親信 射擊軍 是索菲亞 將皮特母子軟禁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村的武裝衛隊 少年那時候 度過那段提心吊膽的日子 即時重向皮特眼前 整一位少年時代頻頻遭受這種刺激 皮特這樣才會染上 每當痛苦的時候 臉部肌肉就即時抽搐的古怪毛病 想到這裏 皮特全靈近衛軍 即時捉拿齊克列爾等半年份子 嚴刑審問之後 那些想借貴權大臣反對皮特出訪的時機 徒謀暴動的貴族、軍官全部被處死 據他們招供陛下 這個外父和幾個叔叔也是反對陛下出訪的 那怎麼來處住呢 近衛軍隊長很為難又小心意地問 痛痛趕出皇宮嚴家看管 皮特一世毫不留情 然後皮特引申其中的使團出貨歐洲 在阿姆斯特丹 他參加了造船廠 皮特又打扮成木匠 在船廠的虛心學習 在倫敦 皮特偷偷混入議會上院 聽議會的辯論 在柏林 在柏林 皮特在武裝製造工廠 探能敢問你問老 一直到維也納 皮特才以沙皇身份 與奧地利皇帝相談結文 反對土耳其的事 一年多之後 皮特一世述使團回到莫斯科 在鋪裂奧布拉任司機村 只見文武大臣 皮特身穿著簡潔的服裝 而不是俄國全島的長袍 熱情又不濕威嚴地講述歐洲的先進文明 隨後他又嚴肅地說 那位大臣留的長袍鬚 就是守舊落後的表現了 講完他拿起剪刀 但又分說了 將大臣的鬍鬚剪掉 在場的貴族都大驚失色 這麼多年來 俄羅斯人一直認為鬍鬚 是上帝給男人最珍貴的裝飾品 但皮特認為 要改變俄國落後的面貌 就必須從改變陳規漏襲造起 他下令轉去長湖蘇 貴族不得穿寬戴長袍 繞穿簡潔的服裝 他由改革軍隊抗建海軍 還下令辦印刷廠印報紙 開辦了一批技術學校 建立科學院改變歷法 他還在聶雅河口建立新城皮特堡 命令居民簽入皮特堡居住 最後將首都從莫斯科簽到皮特堡 因為皮特堡地處通波羅的海的芬蘭灣 便於對外交往 吸取學習世界先進技術文化 改變俄羅斯落後的面貌 就是這樣 俄羅斯從皮特一世開始 正指 經濟 文化科學 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與西歐各國的差距 就迅速地縮短了 有一天 皮特一世親自帶人 在皮特堡大街上種樹 很多軍官和士兵 看見沙皇這樣做 也感動到加入了直樹的行列 皮特擔高頭 看見有一個軍官 他一旁侮辱手 他在那裡狡猾地笑著 皮特沒有立即下令懲罰他 而是意味深長地說 哼哼 你是在那裡笑我 看不到這些樹長大成能的日子 是 沒錯 但我還是要這樣做 因為我們的後代 可以用這些木材做軍艦 你是個樹木串光的傻佬 我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俄羅斯的利益 而敢做 你一直說 搞到那個軍官面紅耳赤 亦讓民眾對俄羅斯的興望 增加了信心